歡迎收看堅亮點 我是生亮 今年年初 香港和內地全面通關之後 兩地居民雙向奔赴日益密切 但一直以來 出入境內地還需要填寫 並掃描俗稱黑馬的健康申明卡 不少市民都感到不方便 很方便 因為有時候人多排隊排很久 因為好像有些人發燒感冒 他都照數黑馬照過關 其實沒甚麼意思 據中國海關總署10月26日公布 根據有關規定 海關總署決定 自2023年11月1日零時起 出入境人員免於填寶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健康申明卡 對於這個措施 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歡迎 這件事應該一早做 都寫過信進去人大常委辦公室 說希望他們盡快 這裏切門這個黑馬 因為其實最近這一段時間 根本大家都沒有意思 就是有了裝備那些 其實只不過用手機多一次 他又做了一些很昂貴的集 沒有這些的 或者突然差一個過期 以前 倒死了螺蟹 真的很慘 很慘 這個黑馬對於我們居民來說 是非常之不方便的 所以我們早前都收到很多市民 跟我們民建聯反映 我們也有搞簽名 甚至乎我們人大常委 李慧琼議員 都有代表我們向內地去反映要求取消 如果能夠在11月1日取消 當然是最好 因為現在我有時過關 都見到在黑馬那裏大牌長龍 尤其是有些老友記 不懂得登記 在那裏發敏診 甚至乎在那裏罵一些關員 事實上大家都很無顧 因為實質上這個黑馬 他之前在疫情期間 當然他是有他的作用在那裏 但是疫情過後 其實都應該是適時改變 如果能夠採銷呢 相信令到大家出行更加方便 減少了州居勞頓 我相信對市民都會更加方便些 不過我也是要提醒各位 對於上去內地的人 取消黑馬是一件好事 對於香港的經濟 有多少人留在香港消費 還是又再多了很多人 因為取消黑馬那麼容易上去 於是乎就各個上去消費 那這個對香港來說 有沒有這方面的影響呢 我覺得是會有的 我相信如果說 即是黑馬取消了 會有更多人回內地消費 又不留港消費 這個是謬誤來的 因為本身呢 留不留港消費 或者是否回內地 就不會是因為黑馬 而是不回去 又或者是不會因為黑馬 而回不了去 那本身呢 這個措施呢 是令到大家不方便 但是不是阻止大家 回到去 或者是回不了去的 那我相信呢 如果取消了黑馬呢 只會令到大家舒服了 或者是出入呢 是方便了 不要說回內地 來香港呢 其實都會方便了 那所以如果是有些人說 會不會令到多了人回內地呢 其實可以反過來 令到多了人來香港消費 都可以的